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18年 也被公认为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个镜头 蒋恩 前学森夫人 音乐家 蒋百里蒋军的女儿 上官云珠 民国绝代美女 与鲁迅爱图姚克也是一段才子佳人 一代孕女游敏 第一位成功打入国际影坛的华人演员 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黄慧兰 布达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 她押过宋美玲一头 得了第一 林徽一 一身诗意千寻破 半古人间四月仙 令当时三大顶级才子动心的女子 她出生官宦世家 父亲曾任北梁政府司法总长等职 她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建筑学家 她是共和国国会的设计者之一 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 即使是梁思成的虚贤领柱 也竟称她为先生 上海滩的绝色美人言人美 生于显赫家族 这曾经一度为西方世界经为天人的东方美女 中国娃娃的经典造型 就是这个女人黄柳双手创的 传她是当年遭宋美丁封杀的好莱坞中国女性 末代皇后 郭布罗宛容几乎早已被人们遗忘 丁领 年轻时也是个美人胚子 那淡淡的柳叶梅最最是迷人 还有的非主流的四六分 晚年宋美临才是我们印象中的宋美临 神秘 高贵 智慧 还略带一些邪恶 蒋介石的情书是这样写的 朗日之百对战将 叱咋自喜 弃今思之 所谓工业宛如幻梦 独队女尸才华融得了 恋恋终不能忘 郭婉盈 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 有人说她是最后的贵族 孟小冬 黎原世家出身 是早年京剧优秀的女老生 与梅兰邦已极度乐生 均有一段传说的爱情 骂绝 陆俊喜欢过的北大笑话 也算是非常漂亮的文学 女青年吧 瓜子脸 柳叶的眉 嘟嘟的两腮 还有清爽的短发 不是寻常照片里的样子 是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张爱玲 这张照片是梁有杂志的创刊号 封面的那个女子叫蝴蝶 蝴蝶是民国著名演员 现代人知道的民国影星 大概属软灵语 周璇和蝴蝶最出名了吧 陈莺 地平心 丁灵之后 而为人所瞩目的 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 张兆和 沈从文说 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 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自树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那个人就是张兆和 他本人是个作家 但是貌似没有什么经典作品 留下的只是关于他才貌双全的传说 林书华 民国民怨 在文学创作和绘画方面都有优异的成就 他与胡适 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意泼后 他们互送字画 或诗文唱歌 郭安慈1931年6月拍摄的照片 永安公司总经理郭娇的三女儿 1930年上海小姐冠军获得者 杨奈美 中国早期影星 以表演交易开放文明 是中国第一位有自用汽车的女人 也是第一位在公众场合暴露玉腿齐袜子的女人 抽选 一代歌后 影星 号称金嗓子 事业一路开歌 人生一路坎坷 让人不禁感叹红颜薄命 赵一迪 少和四小姐 又名一迪和启霞 他终身苦练少帅张学良 至今传为佳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